音樂 師姐。各位時機家人。大家早安。 跟剛剛聽到楊師兄很精彩的讀事會 各位大家都是讀事會的成員 來這裡聽大家的分享感覺到很發喜 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報告的一個主題 是近視近視之外 我想跟大家報告的這個是 親近在源頭 我今天主要講的目的是在這個源頭 近視大家知道是上人的名字 這個近視是親近於一師 這樣對嗎 應該也對 我想這張相片大家都常常看見 這是上人指的一個方向 方向對了路就不遠了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今天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這個方向呢 如果是對了 那我們就繼續做 如果方向錯了 你再怎麼努力 那個方向你就是白費了 那我想從一顆稻米 一個稻田開始講起 那這個自力更生 利益眾生 其實我們的所有諸法 其實所有的 這個我覺得是我個人的見解 所有的佛經也好 所有的這個獨生大典 其實都是希望我們要去利益眾生 那近視跟其他的 我覺得佛教跟其他宗教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師父們的一個自力更生的精神 這是最大的不同 自力更生還要去利益眾生 這兩個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不是只有自力更生 他還要利益眾生 那自力更生要從哪裡開始 他從一個稻米就開始自己種了 這是我們的自學農場 大家都去過吧 有啦 有啦 這張相片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你看這個所謂的青山無增 所謂的這個 這個天 就印在這個水垂到天裡面 有這個山就有這個水 這個山會淨化這個空氣 那植物啊 這稻米是植物 要陽光 空氣 水 所以在這個 在這麼好的環境之內 才可以孕育出一個很好的稻米 所以你一顆種子放對地方 它才能夠長出一個很好的一個農作物 所以這就是源頭很重要 所以靜世做的每一樣的產品 或是法品 哪怕是一個稻米 還是一個這個茶葉 它都是從這個源頭開始 就已經很審慎在尋找的 你看這個相片都知道啊 你在這個地方看你就覺得這個 其實種稻米也是一種修行 不只是念經文而已 你在這個種稻米的當下 其實就是一個修行 如果說 因為這裡如果說放了 有很多的師傅在這裡耕作的時候 那這個畫面就天地人全部合在一起了 只是我們的師傅們都很客氣啦 你不要給我那個裡面這樣 其實這個是我後面要講的話就是說 靜世的師傅們 每一位師傅們其實都受到客氣了 其實他很認真耕耘在做每一件事情 自力更生還要去利益眾生 那他盡量不要去到檯面上來講 他就是默默地在那邊做 不管每一個哪一個師傅 這兩百多位的師傅們 常駐師傅們 其實每一個人 我的解讀 我們去看那個少林士有沒有 他不是功夫都很厲害嗎 那少林武功啊 那是武功啊 其實我們的師傅們 每一個都功利很深 他這個地味 他這個東西 他做什麼東西 他哪一樣會輸人家呢 只是我們沒有去把它 剖墓出來而已 他一直叫欠虛 那這就是我們要去做的 要幫他做的事啊 我們必須把他這個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的精神 把他發揚出來 要怎麼發揚 那需要我們在座的各位 去抽絲剝繭 把他那樣的一個精神 把他發揚廣大 那你看這個 這張我就照了這個角度 這好像剃主娘 就環境再好 不要去破壞這個環境 這個遮風避雨 一個寮安就可以了 這就是實際自力更生 還要一個很節儉的這個 那個船家的加風 大家都很清楚 那再來三億茶園大家也去過吧 有齁 光看這張相片 其實我想要表達的 不是只是個茶園而已 這個茶園大概有兩百多甲 兩百多甲很大耶 可是我們真正種的這個面積有多少 大概只有21左右 大概不到十分之一 但是兩百多公頃裡面 我們只種了20公頃 那其他180公頃 就把這個茶園包在這個裡面 所以剛剛看那個茶葉 那個農田也好 茶園也好 旁邊都有什麼 都有大自然這個山 尤其你隔壁要噴農藥 不會噴到我們家來 就清清一定要在源頭 你這源頭對了 你後面就是對了 所以用這個大自然來做一個天然的屏障 那自己種出這個茶葉就是會很有機的 這個油鳥什麼的 很遼闊 那這一個就一樣 你看這個植被就是 就是代表它這邊有什麼灑農藥 你再怎麼漂亮 這個如果都是很乾淨的 那就是有少農藥等等 那這是有機耕做的 上個禮拜我到高雄去 有些事情說 你那個書宣 你還賣賣這個賣那個賣很多 那現在的島嶼有賣 你還賣賣百黑公司賣 說得好像是 我是覺得我怎麼回答他你知道嗎 其實人間每天開門 不是財米永遠降出差嗎 藏人說生活是很現實很實在的 你現在肚子餓就要吃飯了 你沒有吃飯你怎麼去煉金 你怎麼去利益眾生 所以為什麼要種稻米 你自己先把你自己先照顧好 你飯都沒有吃飽了 你不要去照顧別人 所以不要忘了謀生的這個人意 所以你說我們這個禁施書卷裡面 這個罰品很多很多 各式各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沒有違背自力更生的精神 被自己做 被自己做 後面還有很多很多我要講的事情 那今天除了自己更生之外 餵飽自己的身體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幫助別人 那你現在看今天一下子這個 烏克蘭一下敘利亞一下什麼 那你那麼多的這個物資去哪裡來 不是就是這些人類多 就慢慢累積起來了 一些書宣大家都知道 假設我們今天要極端就是說 所以要立刻去這個香雞飯還是這個什麼 麵也好 你怎麼有這麼多的產品 你必須先散落在每一個書宣裡面 這保持它的保鮮起啊 譬如說我不是做起來燉燉在穿褲子 我幾下舊就再來營啊 所以我必須要不斷地生產 不斷地生產 然後不斷地去讓它去回復這樣子 因為需要幾下舊的時候我把它放起來 我立刻就是看到哪邊有需要就去了 所以在慈濟金色書宣裡面 有產品有原醬素材 一點都不奇怪啊 這是除了要...這是要利益眾生啊 我們如果沒有做這樣的產品 我們怎麼去利益眾生呢 而且我又怎麼自力更生呢 所以你說你這個書宣怎麼每個人都買那個東西 現在會不會不太高興 我們不會找就好 所以說這樣我就沒辦法自力更生啊 因為生活是現實啊 這很實在的啊 我們金色又不能金色人家供養啊 所以要怎麼辦 要自己做啊 然後又有一次 一個...在慈師傅那邊 陶藝坊 有一個...一個師姐帶一個收藏家來 他去洗洗的看冰 他說沒有一樣可以好值得收藏的 他就...那我就跟他說 他覺得沒有...他從藝術的角度 或者他的美學角度看 一個都不值得收藏 我是可以理解的啦 可是他不理解我們啊 我今天做這個碗 做這個杯子 是為了說 我們要去救濟苦難的 我...每一個人要有一個技能啊 靜地米的靜地米 靜地米的靜山的靜山 不然我做一個碗 做一個杯子 做一個盤子 做一個什麼 我來...來銷售 我去獲得這樣的一個金額 去幫助別人 他的出發心不一樣啊 他不是要做純美學 要做一個藝術品 痴思傅不是要做藝術品啊 發心又不是要去做藝術品啊 holidays 發心要去周苦究亂啊 去大慈大悲做事情啊 這個發心...出發心不一樣 所以做出來的那個... 髮品...陶藝品不一樣 我剛剛講那個火災篇 它不是那個大白燈 大白牛燈 你知道 你仔細看 還在歪歪 你知道嗎 真歪歪 其實我看那不是很有手感嗎 那很好啊 那就是它很真實的做法 毫不做作啊 其實那才是好的藝術品 你說那個梵谷 梵谷也是到往生之後 它的作品才是大家能夠理解的 其實說那個馳師傅的作品 不是也是這樣嗎 只是有些人用事實人看 你這個不夠漂亮啦 是啊 我們也不需要跟他做辯解 我們今天做這個陶藝品的目的 不是要去藝術發表 也不是要去做什麼 變成什麼偉大的藝術品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去慈悲祭祀 你有什麼方法 不管你是做嬰兒鞋 還是你要做這個木匠 還是做什麼紙袋 還是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是利益眾生的事情 只要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就盡量去做 然後就包含那個蠟燭 蠟燭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 意思都一樣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 大家常常回金社對不對 金社現在在蓋一個工程 叫做自立更生園區二級工程 我剛看了我們那個 我們這個建產的 或者建這個商業產的 看他們是都很簡單的 對不對 剃除的料到大大的就好了 為什麼你這個自立更生二級 我們要蓋一個規模 其實不算太小的建築 現在正好在圍裡圍起來 你看看嗎 或許在兩年之內 就會看到一個比較大型的建築物 我們現在看到有一個協力工廠 對不對 那一個是食品廠 我們現在在蓋的這個二廠 是比較偏化工的 還有這個倉儲 還有這個禁師書先本店 目的為何 就是法賣要延綿 清淨在源頭 再下一次我要講一個重點 不管做什麼 我們要講法自己也要守法 我們必須要有合法的工廠 合法的工廠 還要符合GNP的國家認證 大家看看那個 還有一個這個也很重要 研發這個本草 這個上年現在很花很大的力氣在研發 在想這個 就是我們要做研發中心 這個都是利益終身的事情 這個是一個鳥看圖 大家應該是都已經了解了 這個火車大家在坐那個火車 這個就是我們的協力工廠一 這個就是我們協力工廠二 這是我們的金色 這環境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在思考的時候都要想到 這個火車經過的時候環境會怎麼樣 鳥看圖環境又會如何 那這個左邊跟右邊 我們希望這最高的高點 不要超過我們的大殿 不要超過這個我們的主樓 所以這個大概就在四公尺多而已 那這一個是我們的食品廠 這個蓋的是很堅固 就是不管怎麼樣 什麼什麼地震風災 你要極端救出 要先把自己照顧好 你的工廠就不安全 怎麼去做一個安全的食物 所以你會發覺我們的食品的部分 做的感覺比較OK一點對不對 因為它的建築很完整 所以你就可以做很好的設備 很好的這個營運的設施 食品就會做得很好 但是以前是檢師傅做進照的那裡 大家都了解 但是化工跟食品最好是要分開 因為食品是吃的 化工是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工廠登記也最好是不可以在一起 也不堪使用 所以就不得不我們要先去蓋一個 工廠二 這看近一點就是 這個就是大體上就是所謂的化工廠 那檢師傅就什麼時候會搬他過來這邊來 那檢師傅事實上以前他的這個作品 可比說有那個進路你知道 那進路一湯一湯很大湯的對不對 那很重啊 那個要放在 其實要放在恆溫恆濕 很好的環境之下才去醞釀那個進路 那但是以前是什麼 以前是替主大台而已嘛 那師傅都很欠的 一間給就好 可是時代的遠近 你必須還是要符合這個工廠合法的登記 所以我也不得不要蓋這樣子 要把它做好 所以檢師傅未來的發展的這個空間 還是非常的大 因為以前你公寓算其實是必先立即試 你就沒有那個比較好的廠房 你的設備你也不敢買 更何況你的GNP是不可能通過 你GNP東西不通過你怎麼去到海外去呢 你出關你就出不了 入關也入不了 所以有種種的原因 你為了要去利益眾生你就要去做好 做好要不然房子要蓋好 不是我們去比較豪華 我們去很樸素的 很簡單很大方 只是為了把我們的法品做好 那現在食品是大概是沒什麼問題 大概就是化工類還有延展的要做好 那這一棟是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的近視樹圈的本店 這是兩層樓 這個是四層樓 那這一棟就是我們的宿舍 以後或許大家回去的時候就會住在這裡 那樓下就是我們的倉庫 再者再講一下我們這整個地下室是全開發的 幾乎全開發 大概兩千多坪 那也是最大的一個防控必然室 人很大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空間 我們有一個空間 這是正面看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金色街 我們現在是不是把它製造那個蜂箱 蜂箱種完之後就連著我們的這個喇叭口回去 就是完全是一個風箱大道 那這個喪人 這個其實辭世很多次 這個建築 他也不希望做得很大 希望能夠做得我們夠用就好 事實上我們可以改更多 我們沒有用 隆子力沒有用完 就是我們有夠用就好了 所以就很謙虛的就是做這樣子 那跟後面的一個山形就做得很像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標準的人之血 去遠遠看就好像 這好像就像小鳥一樣 像仙鶴一樣 從山裡面飛出來 去飛向世界的苦難 設計的邏輯是這樣 這建築師是那個北投圖書館那個建築師 九點建築師所張金華建築師 宜蘭所設計的 這也是我們現在正在的工程的進度 大概在地下室 還在地下室 我們還要大概要在兩年半 會蓋好 所以大家以後同學院經過的時候 人家說你的工廠怎麼去那大間 你知道怎麼改稅嗎 不是要來賺大錢的 我們今天所有的法品 都是為了要去照顧全世界的苦難 全世界喔 是這樣對吧 對吧 全世界有辦法 像烏克啦 像西里亞 哇這實在 這實在太大了 天價的苦難這麼多 所以呢 這個貨車就直接開下去了 開下去之後 我們的倉庫直接就送貨就出去了 要禮貨 要快速 要方便 包含我們這個花蓮地震很多 所以我們的房子都要做得很堅固 也要能夠利益這個社區的桌紮德人 那善人的建築有幾個特色 他都是會做外匯的 你有注意嗎 這其實跟我們裡面的建築長得很像 這是善人的風格啦 其實我們調去幾個次幾個次 到最後 與其說 那個建築師設計的 我倒覺得最後應該講善人設計的 但是我們要有那個耐心 你知道 要有那個耐心 善人講一句話 這個 下廚人才是好設計 你留下這個意思嗎 不然我講就是多開戲 有的也不是這樣 當然 你看我中間為什麼要穿衣 穿人一樣 就讓風能夠過去 那希望這個盡量減少冷氣的使用 讓盡量是環保 自然 能夠讓你的工廠也是能夠 有一個綠色的工廠 我們就會有綠色的產品 這善人是很有先見之明的 那這個 這一個回廊做什麼呢 這個太陽 太陽是東邊在這裡 西邊在這邊 東在這裡 你有利用這個回廊呢 就可以減少陽光的照射 你就會減少冷氣的開 冷氣嘛 盡量就是利用這樣子 大自然的 利用跟大自然結合的一個設計 再者就是說 這壇門 比較安全 對不對 你這樣逃生 防火也好 你重視擦玻璃 你走到回廊上面就可以 所以實際的建築 大概都會有一個外回廊 其實也蠻典雅的 你稍微拿一下 有一個地方在外面 就是太陽不會自射到你 下雨也不會潑到你的一個室內 對建築物的外觀也比較乾淨 那這個我們這個本店 我先講這個本店好了 這個本店本來是在這裡對不對 大家記不記得 現在又搬到這裡 陷阱的 所以善人說 我們到底是要一直搬一直搬 有沒有一個安定的一個定點 現在有了 現在有一個完整的一個本店 那一樓 就是一個禁絲書宣本店 那主要就是 大家看到的 這個法品差不多 會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比較大間 煮比較大間 比我們比較大 比較大 我給大家報告 我們禁絲書宣沒有什麼 不是叫產品 叫法品 所以說 很出席 因為空間的關係 所以都很客氣 事實上呢 你如果每一個桌子上 你擺東西擺少一點點 它看起來就會盜氣好一點 不要客氣 我有一個室友 臨師傅看臨師傅 那是你拜拜 但是我是前千層的跟那個師傅報告 是說 其實他做的 我們做的每樣法品 都很用心的 只是沒有把他的生命的價值說出來而已 這是以後我們要做的事 比如說 你一顆稻米 你做一個米果 我從一顆稻米開始種 你會不感動嗎 有出家人來幫你種 一邊種還一邊唸金 一邊做什麼都 他都還唸佛號的 沒有這種東西 你說簡師傅做那個禁絲 從一顆小苗開始種起 從一顆小苗慢慢把它交長大 再把它收成 再去製作一個 然後還要去聽上人 開示多少時間 慢慢變成一塊鏡照 每兩百幾塊 這不是汽作的 我們盡量就是我們自己行善自己做 那有一個修行者 來幫你種下那顆稻米的時候 就跟師傅在捏那個頭一樣 這是一個修行人的作品 它不是一個工藝品 它是一個修行者 帶著一個修行千層之心 做出來的一個髮品 所以你把它做出來 在一個桌面上的時候 它應該是很恭敬的 你如果把它放到整桌這樣 這就是麵 這就是什麼 什麼地理 你就講過去了 它的生命的價值沒有被浮現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 要把每樣產品拍兩到三分鐘的短片 哪怕是大寮 那個師傅煮那個大寮那邊 你知道嗎 餘師傅也蠻好吃的 他怎麼做怎麼做的 種青菜自己做 什麼青菜 要煮一碗麵 從一個青菜開始做起來 這個就很不一樣了 修行者 我從種青菜 你看他日出而做日落而喜 自己去種青菜收割起來 再去做一個料理給你 我記得有一個韓國的一個 一個片子 YouTube上有 它是號稱米其林級的 做這個懷食料理 素食的懷食料理 其實說 我看完之後 我們的師傅們也絕對不妨多讓 只是他會POMO而已 拍那個片子拍得很唯美而已 事實上 因為我們所有的一個焦點 沒有放在我們常駐師傅們的身上 你如果一個一個 你去從頭把它拍成像一個紀錄片 我跟大家報告 每一樣東西你都會很感動 當你很感動的時候 再把它陳設在一個書宣裡面的時候 它的稻氣就會出來 它就不是一般的產品 但是一個 從一個種子開始蒸 背一個 一個鏡照 不然你蒸看看 對啊 一個米果 米 我開始蒸米 米做給它做一個 事實上 那你說那個 繼續看相片 然後這部分 他為什麼把疫情 你就會關閉 著OK wing 那個 芯鹰 舞 這部 你都 mayoría 他希望 我已經拿去 那把妳知道 在哪個 所有的髮品的智力更生的過程 哪怕一顆種子,一個小樹苗 開始講起它怎麼要做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怎麼生產出來的 好比現在講的生產履歷 生產履歷,你是怎麼做的 你的鏡照,你是砌作的 還是拿東西來做,你比較有做而已 比較有賣而已 但是如果說這個種子 我這一顆鏡照 從一顆種子我就開始我自己種的 不管你看那個檢師傅種什麼梅花 你回去回去採很多那個 其實那個都是啊 你看他一個人還種那麼一大片 我看起來很狡猾 那他如果你把這個過程做成一個短片的時候 每一樣東西 我跟大家報告 那兩百塊是很小的 其實說都不會好 只是師傅們不講這個 不是這個角度在看事情 就跟那個收藏家說 你的植樹的東西 我看都沒有一項 他會收的 他會收的 以前他沒收了 不然我們都沒空去買了 對不對 角度不一樣 那我們希望門口呢 這個鏡樹圈本店門口 也是商人說 從雲到場 希望這個門口也是把它種成一片森林 這個樹種還在想 那這個地下室呢 地下室是有採光的 地下室是通的對不對 這是側面看 這個是金色街這樣進來 經過了本店 然後穿過去呢 就是我們的 這個協力工廠2 這是化工洞 這是食品洞 這是宿舍洞 地下室希望能夠採天光可以下去 雨水也能夠下去 因為這地下室很大嘛 希望它也能夠是明亮的 那車以後就是可以直接開到我們書圈本店 下車直接走到我們的書圈裡面去 或是下車 你可以把車停到地下室 這一個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地下室很大 但是我們這裡留下了一個口 你可以從這裡直接走下去 後來也可以走下來 以後你車停在地下室的時候 你看哪裡最亮 你就往那裡去 因為金色就是光明的地方 在一個黑暗裡面 一定有一個光明的 那個就是金色的方向 所以你以後停車下去 那裡是幾乎青白 但是你會看到 最光 人有這個光的指引 最光的指引就是走到金色的方向 所以設計都有它的巧思在裡面 就我剛剛講的一個回廊一樣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遮風避雨 希望這樣的一個千鳥形 能夠跟這個大自然能夠結合 那宿舍洞也一樣 也希望能夠風能這樣穿過去 一般人去的時候他會去一棟 他還要疼開 疼開 疼開 你這個行程本就比較高 但是好在哪裡 這個風浪這樣風穿 吹過去 這個對使用者會比較舒服 你大概冷氣開的機率很低 這就是宿舍洞的一個 這以後是我們的倉庫 貨車可以直接進來 直接直接上下貨 然後 這邊以後會有一個師兄在這邊當警衛 把這個喇叭口固 然後上來就是我們的宿舍洞 這是全居圖啦 所以以後呢 以後大家從這裡過去看的時候 這個整個建築群 這就是工廠建築群 這樣大家也會說 為什麼你去工廠去那大件 這是工廠,這是道場 我們要救苦全世界的苦難 所以說這個東西要蓋好 要把它蓋到完備 應付天下的災難 不管是食品還是物品 我們是供應些什麼呢 當人家很冷的時候 給他一個矛盾 當他餓得奄奄一息的時候 趕快給他一口飯吃 我想大慈大悲的精神在那個當下 我們是依循佛陀的精神 上人是一個實踐者 大家都是法華經的一個 讀書會的很好 我也很感動 但是我覺得上人的盡思法水妙蓮華 是依循佛陀的本懷之後 的一個具體的實踐 實踐什麼 今天有苦難我要立刻到 所以這個上來 那個巴黎火災的時候 不是穿那個什麼衣服嗎 燙上來 他也穿一頂 穿完我穿了 人機幾機 人家苦難我要跟他同體大悲 就是當下 當下有苦難要立刻到 當下人家沒有食物立刻送去 當下人家很寒冷 趕快毛毯還送去 借物傳法 借事說法 這毛毯 毛毯怎麼來 毛毯環保來 食物跟寶特瓶做一個毛毯 你這個食物 你這香雞飯怎麼做出來的 剛才我米開始 怎麼蒸 怎麼蒸 在書宣裡面怎麼放 讓它保持永遠是新鮮的 其他即將救的時候 我都把它收拾起來 趕快飛機就坐出去了 不然你怎麼會做 不然你怎麼快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經過很詩密的 思考跟計算的 除了自力更生 還要 立意眾生 我今天講的另外一個階段 大家說清淨在源頭 這個源頭呢 大家都是一個讀書會的成員 你來拆擠 拆擠 我們一般會擠 就是我們在讀它的內文 這個法的層次 那我們有在想 這個禁師也要我們禁師的指 為什麼要做禁師指 我拿一個給大家報告看一下就懂 這兩本書 的這個頁大概都一樣 大概500多頁 那左邊這個是傳統的指章 右邊這一本書 也是500多頁 那它就是禁師指做的 它就這麼薄就好了 頁大概都是五百五十幾頁 都一樣 那為什麼要做這麼薄 大家知道聖經指嗎 有沒有看過 大家在佛教徒 大家不知道有看過聖經嗎 聖經 大概就是小小的 輕盈輕盈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方便法 傳法 要更方便 你如果打一個大部頭的 現在年輕人壓力很大 你給花花金多少冊你知道嗎 全部出來的話 大概兩百冊左右 你這麼大部頭 就放到那邊 第一是佔空間 第二是環保 第二是壓力很大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方便的法門 希望把紙做到輕薄 然後書寫 印字 閱讀都很方便 其實這就是在傳法 借物傳法 借事傳法 所以你要把書做得很精緻 書也要做得讓它比較輕巧 讓它方便閱讀 這個就是禁師指的由來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做一個禁師指 那禁師指呢 我們是跟那個永峰紙場合作的 在花蓮製作 為什麼在花蓮製作 因為做得比較不會變形 那紙有濕度有濕氣有什麼 它適應這個環境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親近在源頭 在源頭你就開始想 你做的 你日本做得很好 我也知道很好 來到台灣來騎騎 濕度不一樣 對不對 如果這張紙張就在我們花蓮製作 一開始它就適應這個環境 你就調製它的那個比例 配比什麼壓制什麼成型 它完全符合這個樣的一個 我們的這個環境的話 它的變化性會比較小 所以說 我們是秉持近視信念 慢慢一直研究 研究 這個原料要符合循環經濟 什麼循環經濟友善生理 就是說 又回到那顆稻米 這一顆 這顆稻米裝下去的時候 就決定它 這長出來的品質好不好 你做 你要做菜要湊茶 對不對 你這個茶葉都來 你要搞清楚 清清在源頭 所以種這一棵 要伐木的這一棵樹的時候 就是為了做這張紙的 可比說 這邊種了一百棵 我這邊又種 我把這伐木伐一百棵的時候 我這邊又開始種了 就一塊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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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法醫一個 這種一個 這法醫木種一個 法醫區種一區 法醫區種一區 這一整區就是循環 在一直在耕作 就是為了要做紙的 所以這個紙 所以希望從清淨在源頭 源頭就開始要很在意 就跟那個稻米 你看為什麼選那個地方種稻米 那個青山 山乾淨 不一樣 有山就有水 那樣的日照 那樣的環境 你當然種出很好的稻米 你這個做也一樣 你一開始就是必須要選擇這種 友善生靈 循環經濟 還要不要含螢光劑 對你閱讀 你所在觸感 你所在摸 這次禁絲就講究一點 所以禁絲的法品 每一樣都要講究 講究就不能將究 每樣東西都是要把它做到很好 射則呢 溫潤典雅 平華精細 我們想要傳遞什麼 溫暖光明清淨的格局 所以你閱讀起來 你就有一個法喜的感覺 這個就是禁絲法水 妙的法 禁絲法的寄送 這都沒有在流通的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 我是不知道 這一般一般是沒有 那個 剛才說太魯閣 太魯閣事件 我就是常常在 在這個花蓮台北 花蓮台北 就是樣書 樣本 紙章什麼 我常坐黑車 黑車做到火車會有出車後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所以待會再來講 所以這個書呢 做一本書 都是要很恭敬很莊嚴 很仔細去做它 上人士很講究 這個書這個腳都要圓圓的 不要去吃到人家 這個是禁絲的筆記本 這個你們有沒有 有吧 有沒有寫過 沒有 他就是 這個就是禁絲子 終於有找到一下你們有的 這就是禁絲子 你們大概是左邊這一本 右邊這本是那個師傅們用的 那這就是寄送 你看它印出來的 的那個 色澤色溫 跟墨的感覺 但我知道這個相片 我不曉得你們能夠看得清楚 這個 上人那個地方 光線都暗一點點對不對 這個顏色也是上人調整的 做一張紙也沒那麼簡單 不斷的測試 不斷的是60磅 70磅 亮一點 黃一點 白一點 再如何印刷方不方便 會不會紙張透過來 會不會透到光 為什麼要做薄薄 大家知道了 聖經也是在薄薄的 為什麼 方便流通 方便流通 方便攜帶就是方便傳法 你不可能一天帶個大鋪頭的書在那裡 所以他為什麼要把那個聖經紙做到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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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類似像字典的意思 字典的紙也薄薄的 方便翻閱 但是這個紙的韌度又要有 你不是說我這樣薄就好 薄印刷 我們這字是雙面印刷 你這邊要印那邊也要印 要倒出來 倒出來就不會倒出來 所以要再薄 薄裡面又必須要有堅韌度 又要能夠質感又要好 都是經過很多次很多次 很繁複的試驗之後 才製作成功 這個就是近視法 近視法誰妙連法的一個 我是拍出來一個葉子的葉翅 那顏色必須跟這個紙張能夠很搭配 油墨的比例 這個大標 小標的顏色 都有很多細節要去講 畢竟這是一部大作 希望從源頭開始 但是怎麼說會成功 我還不知道 所以我大概還有字體 所以一本書 要從紙開始做 做一個米果 從一顆米開始做 做一本書 做 從超紙開始做 做好之後叫什麼 禮體 禮體要自己做 我待會兒要講 近視的字體 這個就是內文 這個紀宋 紀宋就是上人的一個 講華華經的時候 每天的一個大綱 他每天 就請前會把明天要講的主題先寫下來 放在他的桌上 在深桌開講 那個大綱就是 紀宋 大家有沒有這本書 紀宋這本書 有齁 那就是 那個就是 那個 法華經的主要的精髓 他每天要講演的大綱 就兩三行這樣子 這個我們也把它集結成册了 那這個 這部 近視法隨廟連法 跟你們讀得有點不一樣 但這個內文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今天講的重點 我要講的只是說 我們要設計一本書 這也是經過很多的過程 但這個 近視法隨廟連法 這個名字是上人定的 包含這個印章 這個所有的字型 接下來我要講一個近視題 我們做的東西 由一種種子開始做 你做一本書 也是一樣 做做好要怎樣 字體 理 我們也不要東一本字 西一本字 但是 理體也不一樣 以實際這樣的一個 在全球 佛教的一個 一個範疇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 統一的文字 對不對 大家同不同意 對 要有標準的字體 但是這個做字沒那麼簡單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起書起那麼大片 要幾年 要在這邊做一套字體 差不多 因為一本書 大概要一萬四千字 你要做一萬四千字 才有那個 才能夠做一本書 不管你這個是 這個標題 還是什麼 細明題 還什麼題 差不多要萬幾年 你照樣去做一本書 那我們字從哪裡來 當然是從上人的墨寶來 希望怎樣 見上人自如見上人的面 上人現在所寫最多的是什麼字 無量益金 對吧 你們大家讀書會 我們念滑滑金 滑滑金 就是無量益金 無量益金是上人 自己要冒筆寫的 所以這個無量益金 總會有800多個字 但是重複的扣一扣 只有大概好像500多個字而已 500多個字跟一萬四千字相去甚遠 那怎麼辦 可是我們必須要把上人的精神 留下來 他的字的神運要留下來 我們必須創造 在上人的這個字體的基礎之下 去創造出一萬多個字 才能夠變成一個近視的字體 那上次也有人講說 那不是上人家的 還是會有點不一樣 對不對 會怎樣 那也不會怎樣 只要作者同意就好 對不對 所以說不要太執著 那為什麼要做近視的子 近視的字體 為什麼 我們要紅髮 什麼東西可以遺傳千萬年 就是法嘛 那法怎麼表達 還是要通過文字 不管它是中文英文 如果釋迦牟尼佛 當初有留下文字不是很好嗎 如果很具體寫得很清楚 不是阿蘭這樣的轉述的話 是不是會更好 你們覺得呢 對不對 所以文字的力量 得以傳越千萬年 所以說剛剛那個楊世傑 這個紫月之首 我們古月照金人 你看到 可是金月卻見不到古人 因為人的壽命有限 那你要怎麼辦 你要透過法 透過書 能夠得以穿越這個時空 所以這個書重不重要 書太重要了 書的內涵就是文字 文字不是我今天 內涵上能講就好了 我是幫他做其他的事情 那希望把這個書 能夠千萬年能夠傳世下去 就要透過這個文字 那這個文字就很重要了 如果說 我剛剛講 釋迦牟尼佛的文字如果存在 那不很好嗎 那我們今天有沒有機會 有耶 經拜科技之賜 我們是可以做到的 當然這是 無量衣經的一個基本的架構 上人說 我寫這些字呢 就是古啊 上人說 拆古為筆嘛 脫血為末嘛 是不是 其實說 插寫這幾百個字 就是古的意思 我們要自己去把它衍生出來 變成那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字體 那 就開始講了 怎麼做 這個是上人寫的一個禁字 這是上人的 真正的 他的墨寶就對了 他是小凱 那把他放大 他開始會是這樣子 那這 你就必須要把他每一個部首 每一個字的筆跡 都把他很認真的把它想清楚 他這個 當然這一個 這一個勾 這一個都很直 那這個點 這個勾比他會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勢啊 錢啊 魚啊 手啊 都有這個部首 大體上差不多 所以你就必須要把他 每一個字的一個精神 每一個人寫字不一樣 這就是上人的字體 那你要把他的每一個字體的 他的這個精髓 他的神韻把它抓到 再去把它修正 那為什麼要去修正呢 因為我們畢竟是要做印刷品 對不對 在電腦裡面要能夠輸出嘛 能夠打字出來嘛 所以你必須還是要回到電腦化 就是所謂的數位化 那數位化跟你這個用毛筆寫的 就會有一點不一樣啊 比如說這個鏡你們看出哪裡 哪裡有什麼樣的一個小小的一個 就是他這個鏡是不是連在一起 有沒有 你有看嗎 這是兩道點啊 就是每樣都是 都是一點點的差別 然後要去修正調整 但是你 我不跟你講你可能也沒有發現了 實際上就是兩道點啊 那你在數位檔的時候就要把它分開 時間快過了嗎 喔 到了喔 再五分鐘好不好 好 這個心也一樣喔 商人寫這個心 這個心是最特別的 這個點會在這裡 有沒有 我不知道時間這麼快 那我就快點講 就是每一個字的部首 你都必須要把它很忠實的把它寫出來 但是這個 這是一個工程 所以鏡絲 要量身定做這個法 要量身定做 為善人的莫寶 量身定做一套完整的鏡絲字體 希望能夠穿越這個時空 能夠遺傳千萬年 這個為了讓它數位化怎麼樣 這個大小要一樣 我們這些毛病不可能一樣 大家都寫過毛病吧 尤其是小凱 你很難寫到一樣 但是數位化你必須要給它做到一樣 它的精神不能不見 我剛剛講的有沒有 這個是善人的原稿 但是你數位化就必須把它分開 這樣可以重疊 每一個字式上都差一點點一點點 這個是原稿 你看出哪裡怎麼不一樣嗎 這是毛筆字絕的 這個會有沒有比字大 這個會比字大 這個陳比輕小 這個籤比結大 這個錢比債 錢比較小再也比較大 這是組聯的 因為我們什麼毛筆 我們手下的 你不可能說大小比例都一樣 所以要怎麼樣 每一個字都要調整 一個字一個字 把它全部都規格化 系統化 在一個標準裡面 這個就是 左邊這個是 有大有小的 這個就全部都一樣 晉級清晨之前虛莫 那這幾個字 在我們所有持續的道場裡面 都會看見 但是你有注意看有沒有 理貼都沒什麼一樣 看起來很像 事實上都不一樣 那都是廣告公司 去叫人 你就是這樣就死了 你開始的那個原稿 可能就不一樣 那個師傅做出來 筆跡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麼大的團體 我們士體應該要統一的 要一致的 這就是部首 把上人的部首 全部歸納成這樣 在這邊去長出所有的字出來 這個你看這個 這個大家應該有吧 有沒有 傳家寶啊 上人會給你啊 他的字體 那如果是用上人的墨寶去做呢 是不是比較好 統一的 才不會每一個版本不一樣 這就是禁屍體的 好 以上 感恩 就是現在正好在做這些事情 什麼時候成功 不知道 就是 剛剛那個 師傅講 法本空級 有沒有成功 其實 也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做弟子的 一份的心 要繼續努力去做 不管將來是如何 你就是要去做 好 以上感恩 好